公益散其事,必先利其利,说的就是工具的重要性 在股市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如何利用最新的科技去持续稳定获利呢? 大家好,我是Cherry,欢迎来到理性投资工具篇 今天我们会学习趋势类最神奇的一个指标,红利彩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历经数次牛熊验证的一个投资理念 叫做先大后小,先长后短,做熟不做生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对比 它可以是指数和指数进行对比 比如说我们要强中选强,优中选优 我怎么知道哪个市场是最强的,最适合我做的 同时这种牛市的上涨是不是安全的 比如说最近道琼斯指数持续创新高,在高位横摆震荡 但是纳斯达克指数持续的下跌,下探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指数之间发生了背离 这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一方面说明科技股为主的这些个股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调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大的格局,大的方向 一旦指数发生背离,可能就是一种新的趋势的形成 就意味着原有的这种牛市的上涨可能会告一段落 所以这个是指数和指数的对比 那同样呢,我们可以进行指数和个股的对比 比如说上面是新加坡海峡指数 下面是一个个股,是一个低产类的股票 那指数还是在下跌,还是处在由熊市向牛市转折的时候 那么这个个股呢,已经提前牛市启动了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强势股 因为它比指数的走势要强 所以我们抓住这种股票就可以很容易的持续的稳定的获利 甚至去倍增都会非常的容易 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个股和个股的对比 比如说如果你的资金有限 那你看好了两个股票 但是又不知道买哪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把图表一打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哪个股票是强的,哪个股票是弱的 哪个股票是有庄家大资金在做的 哪一个呢,是大部分都是散户和基金经理在做的 是不是就一目了然 我们只选择强势股来做 这个呢,就是先大后小 那什么叫做先长后短呢 我们以特斯拉为例 大家看上面这一个呢 是M Monthly Chart Uer线图 Uer线图里面一个蜡烛就是代表的一个Uer 它代表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Weekly Chart周线图 一个蜡烛代表的是一个星期 代表是中期的走势 那最下面这个Daily Chart 它是一个蜡烛是一天 就代表一个短期的走势 所以从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个股 它长期是牛还是熊 是有支撑还是阻力 那中期好还是不好 是反弹还是回调 那短期有没有操作机会 那比如说特斯拉在这个位置 两个月之前 对吧 一两个月之前 这个位置红圈变成白圈 就告诉我们短线要调整了 因为同时在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周线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目前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月还没有结束 今天仅仅是3月9号 这个Uer线图要到月结束之后才会确定 那如果是下半个月大资金再一次介入 那股价持续上涨 那也有可能月线图里面红圈会继续 所以这个还是不确定的 那么在周线图里面 我们会发现已经连续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连续下跌了 那在日线图里面 这么久以来 从来没有让我们再一次进场 所以如果是做短线 在这个第一个白圈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先出来 如果是做中线 在这个白圈的位置 三个星期之前就可以先卖出来了 如果是这个月结束 月线图里面编成了白圈 那也就意味着即使是长线投资 最好我们是先出来 等下一次机会 这个就是先长后短 另外做书不做生呢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去做我们熟悉的市场 熟悉的股票类型 这个是我们一个投资理念 另外对于散户来讲 我们分析决策 通常情况下呢 是三分决策买卖法 第一先看趋势 因为趋势是整个技术分析的核心 第二看资金的流向 因为资金是股价涨跌的原动力 第三是看信号 因为信号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精准的进场点和离场点 这个是具体的一个理性分析 理性投资的分析决策的方法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 那趋势从方向上说呢 它分为上升趋势 这个也是我们赚钱最容易获利最大的一个波段 又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除非我们是卖空 不然的话很难去赚钱的 很容易被烧到 就是被烧到的 被咬到的 都是在下跌趋势里面去重仓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横摆震荡 又叫做无趋势 那横摆震荡呢 既然没有趋势 也就没有利润可言 我们只能是浪费时间 浪费市场的机会 浪费我们的这些金钱 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 还有我们的本钱 都浪费掉了 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大家记住一点 在股市里面想赚钱 我们锁定上升趋势的股票 而且呢 是庄家刚刚建仓完毕 大资金刚刚流进的 这个时候后面大把的利润 会等着我们 另外从周期上来划分 趋势呢 它分为长期趋势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哎我不管了 我是做长线的 大不了呢 我把它当成遗产 留给我的孩子 留给我的孙子 其实这不叫长期投资 这叫对自己的资本不负责任 那在股市里面 牛市熊市交替进行 股市涨跌是有规律的 我们说的长期趋势 是一年以上 就是基本的牛市和基本的熊市 那中期趋势呢 是三个星期到几个月 三周到数月 比如说熊市里面的反弹 或者是牛市里面的回调 另外短期趋势 是六到十天 就是这种小的一个波动 这个是从趋势上来划分的 那这样就很容易了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来告诉我们 如果我是做短线怎么办 我做中线我跟着谁 我做长线我怎么样去考量 那这个指标的名字就叫做红利彩虹 因为它有16条不同颜色的线来组成的 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移动平均线 因为移动平均线仅仅是考虑了收盘价 在股市里面有四个要素 成交量价格时间空间 所以咱的彩虹线是在移动平均线的基础之上 同时结合了成交量和时间来研判这个趋势的走向 它其实代表的是庄家的成本线 如果我们是做长期投资的 那你就锁定白线 因为这个白线是牛熊分界线 白线走上大方向是牛市 白线走平大方向横摆震荡 白线转头向下大方向是熊市 没有机会的 那如果我们是做中期呢 或者是做大的波段 那就跟着黄线来做 这个是散户移动的指营位和指损位 特别好的一个依据 跟着黄线 股价上穿黄线买进 跌破黄线卖掉 这个是做波段 那如果我们是做短线的6到10天的操作 把红线跟好就可以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长线投资看白线 因为这个白线是代表的牛熊分界线 好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呢 从股价上穿白线 股价上穿白线 庄家建仓完毕 这个是我们绝佳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 价位足够低 趋势也确认 风险也足够低 所以在这个位置进场 那后面调整结束 我们再去加仓 调整再一次结束 都是我们的一个加仓的位置 即使在最后这一次 我们加仓大概是在400 它起到890 基本上也是翻倍的 虽然说最近有条 但是会不会到蓝线就受到支撑呢 或者是像前面这样子到白线就受到支撑呢 所以如果是做长线投资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白线不可以跌穿 一旦白线跌穿了 不论我们是在任何价位进场的 当然我们买的低是最好了 如果是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进场 那跌破白线一定要出来 通常情况下跌破黄线是可以减仓的 跌破黄线减仓 跌破蓝线继续减仓 跌破白线 不论是做长线还是任何周期 先出来为主 好这个是长线投资 那如果我们是做波段呢 是做中期呢 就锁定黄线 因为黄线是散户操作的一个依据 那好我们看 股价上传黄线我们买进 跌破黄线我们卖掉 你看这一波大的一个组声浪波段 基本上就是1000个percent 十倍的利润 那后面跌破黄线卖掉 跌破黄线卖掉 后面再怎么下跌 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同时呢 配合着庄家操盘 大资金进场 或者是大资金建仓完毕 能够控盘 组声浪拉声没有问题 一旦大资金离场了 后面股价肯定是以下跌为主的 那如果是短线怎么办呢 短线投资 短线操作 六到十天的我们是看红线 红线是代表的短线的一个庄家成本线 所以一旦红柱上传红线买进 跌破红线卖掉 上传红线买进 跌破红线卖掉 这就是一个短线的操作依据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跟着庄家 这个指标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会教给大家 怎么样去跟庄 包括庄家操盘的全流程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 所以一旦红柱上传直线 这就是一个短线的买点 那么红柱跌破直线 这就是短线的卖点 所以做短线 我们又想赚得多 又想赚得快 又想安全稳定 你就用这种方法来跟就好了 另外呢 对于波浪理论比较痴迷的朋友 那你可以把咱的红利彩虹 乌马图跟波浪理论 去完美的融合 那黑马出世 第一浪 黑马卧槽第二浪 快马加鞭第三浪 天马行空第四浪 神马激励第五浪 后面还有一个ABC 就是下跌浪 我们就暂时不考虑了 所以怎么样我去找到 黑马出世的股票呢 就像最近的新行 就像报约控股 我怎么样找到 这些黑马出世的股票 包括HPH 也是在前段时间 刚刚黑马出世的 那我怎么样找到 快马加鞭的这个祖声浪 最短的时间 把资金利用最大化 以及这种最后一波的 神马激励 怎么样去把握呢 那同样我们借助于这种科技 首先呢 点击市场和语言 选择你需要的市场 你做新加坡的 马来西亚的 香港的 印尼的 泰国的 越南的 然后美国的 你就选择你对应的市场 然后在program方案名称这边 我们找到 大Hospor黑马出世 或者是快马加鞭 或者是天马行 神马激励 任何一匹马 你只要点击一下这个名字 然后再点击Filt 它就会自动的 给我们筛选出来 这个就是科技的力量 聪明的人都会懂得利用科技 借势 借力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16条彩虹线集结的位置 这种16条彩虹线集结的位置 这个位置通常情况下 也是一个绝佳的进场点 如果我们做中长期的 又想去倍增 10年200倍 怎么样做到 不是说任何一个股票 我没有分析 我报10年 你就能翻200倍了 不是这样 可能亏得连棺材费都不见了 所以怎么样去做到 持续的稳定的利润倍增呢 这个就是我们利润倍增的一个模型 一个Badden 首先来看 短期中期长期 16条彩虹线集结 集结的位置 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牛市的开始 或者是熊市的开始 一个大的基本趋势的启动 那一旦后期庄家建仓完毕 大资金流进 采红线转头向上 在这个位置 买完后面至少会翻倍的 你看这边3块9进场 3块9进场 到这个位置就已经20块了 就翻了500个%了 还远远没有完哦 后面可能还是会持续在创新高的 因为这个大资金在 庄家在 趋势没有走坏 它就是以上仗为主的 每一次调整结束 都会再创新高 这个就是我们的利润倍增的模型 再来看一个 怎么样去选股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些 短期中期长期 庄家成本线集结的 庄家建仓完毕的 大资金流进的 这种股票我怎么样去找呢 那同样的方式 借助科技嘛 现在技术很进步了 别人都在学都在用 如果我们做股票又还不知道 那你本身就已经比别人落后了 起跑线就已经比别人落后很多了 所以 Homely Rainbow 16条彩虹线集结的点一下旋股 它会自动把所有的这种类型的股票 给我们筛选出来 然后你直接去看这些 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看举个例子 是不是所有的彩虹线是集结的 那么在集结的这个位置 一旦后期彩虹线转头向上 股价在彩虹线之上 短期中期长期全部是支撑 大资金建仓完毕 大资金介入 在这个位置我们去进场是绝对安全的 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在五毛钱 五毛钱到 这个位置已经起到了两块多 也是440个%了 涨了四倍 但是大资金是不是还是在持续流进呀 是不是远远的上涨还没有完呢 所以这个呢 就是16条彩虹线集结 包括庄家建仓完毕 两个确定给我们一个 稳定的利润倍增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去分享的 趋势是技术分析的核心 不论我们是做短线中线还是长线 一定要先看趋势再去行动 因为看大趋势赚大钱 看小趋势赚小钱 不看趋势不赚钱 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联系微信 或者是WhatsApp进行咨询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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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